哇 是的 今天是一個非常非常榮耀的時刻了 榮耀奪快 為自己的奪冠 讚 6月1號就是上禮拜六 我們在和平體育館 奪得Q1第三年的總冠軍 整個球隊非常用心的投入 讓我們在整個冠軍系列賽 四連勝很少對手 直接奪冠 那6月1號那一天我聽蔣玉安說 他好像第一次在會場拋彩蛋對不對 為自己的球隊拋彩蛋 其實我跟你講不會是第一次 很高興拿下冠軍王 就是覺得這一年來的辛苦就很值得 就大家都是很高興的就是在慶祝這樣 今年很難可貴的是 我們四個就是在這五年內 我們五年奪了三個冠軍 對然後就是我們很棒的經歷 也是一個很美好的回憶 我相信就是未來 我們還可以再締造更不一樣的紀錄這樣子 謝謝你們陪著我們在英雄的時候失敗 然後最後我們還是拿下了總冠軍 然後這一關我們做到了 我們沒有讓大家失望 謝謝謝謝你們的支持 謝謝 謝謝 我相信今天的時刻 對我們在場的每一位朋友都是 當然就是很開心 就是很不用說人 那再來就是也很謝謝球迷們 一路的支持到現在 雖然我們就是 就是以自然來講我們是第一個總冠軍 那我希望我們可以在明年後年 就可以繼續拿下冠軍 籃球運動一直是台灣一酒公司 長期支持贊助的一個項目 那籃球的球員其實 他在場上的拼勁 或者是充滿活力的一個呈現 其實是一直我們想要呈現的一個 台灣啤酒的一個品牌的一個價值 那其實我們透過球員的好表現 其實連帶的對我們贊助廠商來講的話 我們整個整體的形象也跟著一個提升 那我覺得長期贊助這樣的一個體育賽事 我覺得是非常的值得